一声令下冲向镇报警察 现场扭打乱成一团 法国巴黎国际农业展首日 抗议人士闯入叫嚣 受使民愤怒农民不满 欧盟环保政策让利益缩水 从上个月底抗议活动 在欧洲各国遍地开花 尽管政府让不拨款补贴农民 但依旧无法止血 总统马克宏前往活动现场 和农民言辞激烈交锋 马克宏亲自为绿色法规辩驳 而为期九天的农业展开幕式 因为捣乱闹事的示威民众 导致开放时间延后至少一小时 事实上每年农业盛事 大约吸引60万人来参加 不只总统马克宏预料政坛大咖 都会来到现场与民众互动 尤其欧盟即将在六月 举行新一轮的议会选举 代表农民的极右派 可能借这波声势取胜 改变政治局势